从水上市场一路向东 跨越曼谷众多的河流 让我们从美宫河上的古朴风情 过渡到梅南河岸边的摩登石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曼谷的另一面 一种梦幻般的现代风潮 都说河流孕育了一个国家独特的气质 现在我就在泰国的母亲河 梅南河的岸边 这可是泰国最长的一条河 不过在欣赏河两岸风光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注意到 现在在我右手边的 这座造型独特的大桥 它叫做拉马巴士大桥 这座修建于1998年的大桥 也是中国建筑集团在境外承建的 第一座斜拉大桥 拉马巴士大桥不仅连接起了 梅南河的两岸 同时也连接起了两国友谊 现在呢 桥下已经成为了曼谷本地人 一个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同时啊 游客们来到曼谷 也会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当夜幕降临之时 它的造型会更加惊艳 夜晚的曼谷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充满魅力与活力的不夜城 川流不息的车辆 五彩斑斓的霓虹灯 再加上一座座现代化的超级商场 交织出曼谷繁华的夜景 来到了泰国 曼谷这座繁华的都市 真的会给你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这里不仅有美情美食 还有痛快尽兴的购物体验 哦 鼻通 这个小胸针 上面就是恐惧猴王的面具 这个还不错 听说在曼谷有很多泰国人 在过中国新年的时候 其实会换上一些中式的服装 商场也是这座城市 繁华面貌的缩影 精美的装潢 配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无一不显示出 曼谷现代大都市的地位 漫步在夜晚的曼谷街头 迎面而来的除了湿热的空气 还有另一番生动热烈的繁华景象 大家看向我的身后 古普的牌楼 配上闪耀的霓虹灯 一眼望过去都能认识的牌匾 飘香的美食和沿街 穿梭而坐的嘟嘟车 这里就是曼谷的唐人街 曼谷唐人街 曼谷是多南亚地区最大的唐人街 金店最为集中 也是唐人街最热闹的街区 就是眼前的耀华丽街 这条不到两公里长的街道 与其丰富多样的街头小吃 闻名于世 可以说是泰国当地的美食天堂 不论是酸爽开胃的东英公汤 还是新鲜诱人的各式海鲜 都能够让人大快朵頤 而泰式咖喱 与其独特的香气和层次分明的辣味 更是这里不可或缺的美食主角 现在我就来到了一家很地道的泰式咖喱小店 别看这家店是半露天的 但听说它家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传了三代人了 这些全都是食客 天啊 一直在排队 三万尼卡 哈喽 刚才老板娘跟我介绍 在他们家对面的墙上 其实贴的菜单 有黄咖喱 红咖喱 绿咖喱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食 这个是什么呢 老板娘跟我说 这个是绿咖喱鸡肉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尝尝 这到底是什么味儿 还可以加香肠或者卤蛋 都来 大概是延续了世界舞台上 咖喱的丰富特性 泰国咖喱队伍也相当庞大 红咖喱 绿咖喱 青咖喱 都是泰国咖喱的多元组成部分 别看我这碗啊 看似颜色很清淡 这辣味还挺足的 我听说绿咖喱和红咖喱 相比于黄咖喱来讲 就是在里面加入了辣椒 绿咖喱呢 其实是放上一种很神奇的 鸟眼辣椒 这种青色的小辣椒 辣味很足 很刺激 唐人街悠久的历史 也让多元的美食交汇于此 不仅仅是正宗泰餐 各式融合泰式口味和潮汕菜特色的菜品 也会脆于此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一家潮汕 猪杂果粉店 因为在曼谷的唐人街的华人呢 是以潮汕人为主 所以在这儿呢 潮汕话可以说是官方通用语言之一 现在我的这碗果汁已经做好了 太香了 找个地方尝尝看 可以做吗 可以 做吧 哇 中国游客 太好了 找到中国游客一起拼桌了 我先尝一尝 真的很好喝 这个的胡椒挺辣的 我觉得 对 对 对 但是它胡椒虽然辣 但是那个恰到好处 就你觉得喝下去很爽 对 不会太冲 还挺可以的 好鲜啊 将泰式料理中胡椒的辛辣 与传统潮汕果汁的鲜味融合 造就了这道吸引着无数游客 排队品尝的开胃小食 真是没想到他们家可太火了 对 对 对 就是反而如果是在楼道里面的美食 可能还没有那么地道 对 在路边的才能感受到那种氛围 你一边吃旁边那些车 一边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种引擎的声音 就会觉得很热闹 对 很有烟火气 市井剧书对 对 对 市井剧书对